接著輪到范國城 目前兩層五零的打擊率 上輪率是兩層八次 因為這樣的一個攻擊方式 也可以增加這個擊球的一個命中率 那當然就以他的速度來看的話 有了 抓到了 抓到了 要挑戰嗎 看起來應該是接受Eleason的這個判定 徐靜寧這個牽制 真的是相當的精準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要進行挑戰 看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了 再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突然之間再做一個快速的牽制 跑者有點來不及回頭 所以形成了一個變相的三上三下 招待會合來看第組隊下半局的攻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妍 歡迎訂閱中信兄弟官方YouTube頻道 以及鎖定我們的Podcast 兄弟你來說